自2015年以来 YJ与Amnit亚洲音乐大奖妈妈的关系就开始变得紧张 导致YJ艺人总是缺席妈妈 不仅双方缺乏沟通 妈妈虐待YJ偶像的话题还藏出不穷 2020年 妈妈宣布与YJ洽谈 并成功邀请了Tryler参加活动 两年后的2022年 YJ偶像和艺人的出现 是双方已经和解的名证 妈妈2022 因为YJ艺人的参与而变得更加精彩 SOMI作为颁奖晚会的主持人 一举成名 并带来七套不同的造型经验全场 除了担任MC之外 SOMI还与YJS的YJ舞者Legion 一起负责开幕舞台 表演颁奖典礼上的提名歌曲 YJ战俱乐妈妈的中央舞台 带来了当晚最精彩的表演 Tryler也以丰富多彩的表演 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外 Tryler还获得了Worldwide Fans Choice Top 10 值得注意的是 来并在接受妈妈采访时现身 并观众大吃一惊 尤其是在YJ和妈妈颁奖典礼之间 经历了长期艰难的关系之后 Flyping虽然没有出席颁奖典礼 仍然拿下了最佳女团奖 偏偏借PingVidum 拿下最佳音乐影片代奖 让粉丝们感到惊讶 爱的韩社 每日记说最限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